他老婆住院生孩子的时候 他竟然嫌弃医院的条件一般不够上档次 当然这是别人转告我的 如果是当我面说的话 我肯定当场怼他 我真的很气愤 你在美国一分钱的税都没交 花着纳税人的钱住院生孩子 单人病房住着 医生护士温暖呵护着 竟然还闲东闲西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洛奇 欢迎回到洛奇漫谈 最近两年有大量中国走线客进入美国 可谓是顺况空前 根据政府数据显示 2023财年共有2.4万中国人跨越美墨边境 这个数字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 这波走线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也刷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移民群体的印象 我采访过一些走线客 也和一些走线过来的朋友保持往来 长期接触和观察下来 我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此之前我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和民主党差不多 现在开始慢慢的转向保守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招骂的话题 这三类中国人请不要来祸害美国 需要声明一下 今天的内容不是专门针对走线群体 而是某些人的行为实在是太大傻了 让我觉得忍不住有必要要说到说到 美国不欢迎的第一类中国人 就是不爱自由民主的人 请你们不要来祸害美国 不可避免又聊到自由民主这样的话题 这个话题太大了 甚至让人感觉大而空洞 其实我们越是有这种感觉 越能说明我们的原生国家和自由民主有天壤之别 只有那些生来就享受自由民主的人 才能把自由民主当成空气一样 自然而然又必不可少 习惯了自由民主的人 不会去大谈自由民主有多么的好 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空气 不会去大谈空气有多好 但是我发现很多中国人移民到美国 却并不爱这里的自由民主 甚至迟之以鼻 关于这个我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很多中国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在美国肆意的挥霍尽情的享受 他们至少是爱美国的自由的 但是对民主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们也深知自己坐营超过普通人千倍万倍的财富 正是得益于那个不民主的专重体制 你让他们去爱民主 不是让他们打自己的脸吗 这类中国权贵接从 对民主无感 我是表示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吃过铁拳的草民 到了美国也不爱这里的自由民主 我实在是费解 我猜他们要么是被铁拳捶傻了 要么还惦记着回去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每年一到中国的国庆节或者是什么建党节 美国的华人团体某些就会组织活动 很多人积极隐约参加 再歌再舞的庆祝 这些参与者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和中国有利益关系的 比如生意人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但是另一部分人就很迷了 他们是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美国身份 当初向移民官发誓 声冲遭到了中国政府的迫害 怎么从一个中国政府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歌颂者 这个话度属实有点大 确定不是人格分裂吗 甚至有些人充当中共的海外警察 迫害异见人士 危害美国的国土安全 这个就更可恨了 我再举个非常好玩的例子 前段时间我在CarMax买了一台二手车 开了半个月 发现了几个小毛病 送去店里维修 需要留车过夜 那店里就安排网友车送回家 司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大概四十多岁 一路聊下来 他毫不掩饰对美国的恨恶 原因是他认为政府控制一切 社会不公平 高税收 拿走他太多的钱 工作时间长 活得像奴隶 第二天我去取车 网约车司机是一个亚美尼亚移民 五十多岁 是2000年来到美国 一直对这个国家心怀感恩 我也聊了一些中国的情况 他非常理解 因为亚美尼亚曾经属于苏联 他也吃过社会主义铁拳 你看这两位不同背景的司机 对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 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 网上流行一句话 有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人出生就是罗马 我想再打个比方 吃着牛排长大的人 可能会对别人嘴里的老咸菜产生兴趣 但是他不知道老咸菜 携带很多致癌物质 牛排指的就是民主自由 老咸菜指的就是独裁专重 我们这些移民终于摆脱了老咸菜 应该学会享受牛排 而不是饭贱去怀念老咸菜 如果你实在不喜欢牛排 就回降纲里继续啃你的老咸菜 千万别把老咸菜的气味带到这里 影响我们吃牛排的食欲 我希望不要来祸害美国的第二类人 就是藐视普世价值的人 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 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认同的 基于人类的良知 理性 平等和爱的价值观 但是这种可贵的价值观 很遗憾在很多中华人身上都没有 今天借此机会 聊一聊走线客 滥用美国社会福利 你可能会问 这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因为福利制度是针对 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而设计的 直接就体现了人类的良知 理性 平等和爱 所以滥用福利 就是对普世价值的亵渎 而这种亵渎 在我身边的华人圈里 也包括走线客群体里 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存在 就先说滥用白卡的事 白卡当然是社会福利 是政府为低收入人士提供的 免费医疗计划 我不反对任何人使用白卡 我反对的是 不该用的人滥用白卡 我当然有权反对 因为白卡不是天上地下来的 免费医疗不是真的免费 而是政府用我们纳税人的税款支付的 我接触到的走线家庭 也有单身的走线客 他们很多都申请了白卡 其实如果较真起来 他们的实际收入 有的高出了申请白卡的那条线 但是他们没有报税记录 相关部门就没有办法去核实他们的真实收入 那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把走线客当成难民善待 基本上都会通过他们的白卡申请 我就认识一位带着全家走线的哥们 他本身是会手艺的 来到洛杉矶 轻松的就找到了工作 而且很快月入超过一万美元 大家可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手艺这么值钱 不妨在评论区猜一猜 那这哥们的老婆是刚东路美国就怀孕了 为了顺利安全生下孩子 他们申请了白卡 他老婆住院生孩子的时候 他竟然嫌弃医院的条件一般不够上档次 当然这是别人转告我的 如果是当我面说的话 我肯定当场怼他 我真的很气愤 你在美国一分钱的税都没交 花着纳税人的钱住院生孩子 单人病房住着 医生护士温暖呵护着 竟然还闲东闲西的 这感觉就像 你看到马路边躺着一个人快饿死了 你把他带去饭店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他竟然嫌弃你选的 饭店档次太低 饭菜不合他的口味 其实话说回来 富美生子产业链很成熟 有些医院生孩子 一次性全额付清的话 也就大几千美元 很多人是有能力支付的 但还是选择用了白卡 自己一分钱不出 让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买单 我再举另外一个现有的例子 他老婆好像是尿路感染 一开始是没重视 可能也是怕进医院花钱 因为他们没有申请白卡 后来感染严重了 引发了盛严 住院三四天才治好 结账的时候 医院问的非常清楚 就是关于他们的经济状况 那这位现有呢就很如实的告知 而且再加上 因为陪他老婆住院 被老板给开除了 最后呢 医院寄来账单是500多美元 还特别的加了一条说明 如果支付有困难的话 还可以再商量这个价格 那这位现有果断就支付嘛 人应该有感应之心 住院三四天啊 如果是全额原价付的话 我猜没有上万也得有七八千 这就是美国 事实证明你不用白卡生病住院也不会破产 那老婆生孩子那位哥们后来去领福利 就是针对那种家里有儿童的 具体那福利叫啥 我也说不清楚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研究过 反正呢 他们是领了一堆的肉啊奶啊蛋啊蔬菜回来 还给了一个长城的小票 而且是每个月都可以领啊 每个月的额度接近300美元 他说本来不知道可以领这个福利啊 也是一位走线来的朋友带他们去的 那位朋友的孩子都五六岁了 赵亚还去领这些福利 我当时实在憋不住啊 就直接问他 你每月赚多少你心里没输吗 你怎么还去占用这个福利啊 他说他认识的人都在用啊 他朋友还说美国小孩一出生就用这个福利啊 我就反问 我家三个小孩都是美国小孩吧 你看我去用这个福利了吗 那我家那个双胞胎刚出生头几个月 我没办法工作 家里几乎没有收入 你看我去用这个福利了吗 我为什么不用 因为我还是有一点存款可以度过难关嘛 这些福利是给那些实在接不开锅的家庭的 要不然怎么叫福利呢 那上面是我当时和他说的原话 下面我再补充几句啊 我们谁都知道领来的都是生活必需品啊 每月接近三百美元是比不小的开销 省下这笔钱很香 但是对于正常家庭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但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就是雪中送炭 如果你不是低收入 单纯为了多省钱多存钱而去占用这个福利 那么你得到了只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 你丧失的是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 说是纽约那边有的华人 免费领到这些物资之后啊 直接在路边摆摊就售卖了 真是让人无语啊 甚至还有人开着保时捷 跨着而为包包去领福利的 又说又激动啊 这是说回重题啊 美国不欢迎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因为自私自利和普世价值是相背相克的 福利的本意是帮助那些珍重困难的人 当然也包括出到美国实在找不到工作的走线客 但是某些人的做人理念是有便宜不占玩八蛋 肆意滥用福利 抢占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生活物资 这样做不但破坏了美国的福利制度 也给我们整个族群蒙羞 往严重一点说 长此以往会增加排华的可能性 我想但凡是政治理性的人 不会容忍这类人来祸害美国 第三类跑来祸害美国的人 是那些践踏社会规则的人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中国人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揭露过很多类似的现象 包括我曾经身处的华人的卡车群 也因此得罪了同行 今天我要重点聊的是 走线客来到美国 对社会规则共加肆无忌惮的践踏 很多网友可能还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 推特上有一个事情很火 起因的是有个叫一路向北的 还是个知名的走线客 发帖教大家怎么在考驾照的时候 贿赂DMV的考官 引起了大家的群情激愤 大家批明他践踏社会规则 破坏美国的风气 甚至有些人联名要向FBI举报他 但是后续我没有关注 麻烦知情的网友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很多驾照包括的广告 一开始我是绝对不信的 直到我认识的一位走线客 帮别人代考驾照理论的时候 我就信了 因为这个事操作起来太容易了 美国考驾照路考是开自己的车 考官就坐在旁边 既没有录像也没有录音 你只要找到那些没有职业操守的考官 包括可以说是小菜一碟 我猜原本美国本地人也没什么人干这种低级下流的事 因为毕竟开车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技能不合格就是潜在的马路杀手 对大家的生命安全不负责 事关重大所以没人敢去儿戏 但是中国人来得多了 歪心思随之而来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个短视频 那个博主是生活在纽约的华人 他儿子参加当地一所很著名的高中的招程考试 由于参加的人数比较多 分成两拨进行 分别是安排在周六和周日 注意听啊 正点来了 两天的试题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周六考试的人 可以把考题泄露给周日考的人 大家试想一下 这种事放在中国是不是天方夜谈 你同一个考场都要分AB两套试卷 防止有人互相抄袭啊 在美国生活久了 我发现很多规则的设计啊 前提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是重拾手心的君子 很明显这给了小人可乘之机啊 但是这些规则却可以在美国运行良好 说明了什么 大家自己琢磨一下 某些人践踏规则 践踏出了新境界啊 不但践踏民规则 连潜规则也要践踏 你可能要纳闷的 那践踏潜规则应该是为民除害吧 其实不然 潜规则不一定是坏的 举一个司空见惯的例子 很多餐馆雇用黑工啊 可能会存在压榨劳工或者税务问题 但好的方面是 老板接有了生存的经营的成本 那黑工呢 可以赚钱讲家户口 社会上也少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啊 这种潜规则其实助力 甚至维系了小商业模式啊 从某种程度上讲 那难道美国政府不了解情况吗 我觉得他们是了解的 只是默许了 打黑工的人到了移民法庭 也不需要藏着掖着 只需要如实向法官坦白就可以了 法官也不会就是这个事不放 因为法官也理解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 这可能就叫法外容情吧 当然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鼓励潜规则啊 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那很多中国走线客来到美国 毫不留情的践踏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破坏了环社区的生态平衡啊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损招啊 先是到人店里打工 然后再恶意的举报老板 这波操作啊 我觉得大概率是有利可图的 比如举报奖金啥的 不然他们肯定也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啊 后来我还听说 这个华人餐饮协会啊 呼吁餐馆的老板们啊 不要雇应没有身份的黑工 这就间接导致华人劳工市场内卷化 工资水平下降啊 啥叫自掘坟墓 这就叫自掘坟墓 我的评价是啊 践踏规则一时爽 损人未必立即立即未必长久 今天聊的内容可能会引发一波退定啊 因为我的观众里有不少现有啊 有必要重申一下 我不是针对所有走线客 更不是针对所有华人 我知道我们大部分人 选择来美国是因为对他抱有希望 把这个国家当成人生新起点 既然这样就应该爱护他呀 而不是糟蹿他 对那些不爱自由民主的人 藐视普世价值的人 践踏社会规则的人 恳请你们不要来祸害美国 如果视频前的你也同意我的观点 麻烦帮我点赞转发加评论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紧订阅解释 谢谢大家 我是乐琪 我们下期再见